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君子还要有第二个层次的修养 就是喜怒哀乐法尔街重解为之和 你这个情绪的变化 你要把它表达出来的话 一定要做到适中 这也是中的另一层含义 什么叫用中 在生活当中去用这种方法 你要喜怒哀乐的表达都要适中 适度适当不过 那这是修养的另一个层次 这也可以说是较高层次 因为你要做到喜怒哀乐的表达都适中 你才能真正的去用 把它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就不仅仅是情绪管理了 第一个层面 观照内心探讨原因 然后去自我调整 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情绪管理 对自己的情绪进行管理 这种情绪管理也是个人的一种修养 修养的体现 但是它在用中这个层面 它是较低的 较低层面 较高层面 不仅要做到对自我的情绪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 还要学会适度的 适当的去把自己的这种情绪表达出来 而通过这种情绪的适度表达去解决问题 把情绪的适度表达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才是真正的用中 情绪的适度表达是我们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且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方法 它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是为了发泄 这个我们要注意 把情绪表达出来不是为了发泄 而是为了解决问题 用中吗 用这个中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就比方说 还是我们说公交车这个例子 那旁边这个人 他就使劲往你这挤 这有点过分了 那这个时候 你这种情绪就要做一个适度的表达 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看他一眼 脸拉长 让他感觉到你的不悦 然后他收敛点 这个问题解决了 问题得到化解 这是一个情绪的表达 但这种情绪的表达 是为了解决问题 不是为了发泄 不是因为要把我心里这个火发出去 我得到一个发泄 不是这个目的 它是为了解决 他这个人在公交车上没有找对自己位置这个问题 那他看到你不悦了 他往旁边站一站 你这个不应该就这么死靠着我 你自己不知道拉点把手 车一晃 你完全把重量压到我身上 这合适吗 那这种情况下 他能心里这个不悦 不是我忍不住要爆发 而是我适度的表达一下我的情绪 让他意识到他的错误 然后他收敛一下 这问题得到解决 这叫用重 这应该是中庸的另一个层面 我们之所以举生活当中这些小的事情来作为一个例子 这也符合中庸这个观点 庸就叫日庸平常 我们今天说平庸平庸 平和庸是同一词 平和常也是同一词 所以古人讲这个庸是啥 庸就是这个常 就是日常 日常生活当中平平常常的这些小事 而对中的运用 也是一些平平常常的方法 它不是什么锦囊妙计 什么非常精道的东西 它就是平平常常的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 所以叫庸 庸就是古人讲常 就是日用平常 古人的解释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它叫日用平常 就是你这个庸 什么叫庸 庸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的 而且它用的时候 它是非常平平常常的一种方法 这叫庸 庸就是日用平常 你从功能来讲 它是你每天日常生活当中 你不管处理什么事情 就是你一日常处理日常生活当中的问题 你需要用的一种方法 所以叫道不可须于离也吗 你一时半会离不开它 另外这种方法不是很诡异的 很高深的 它是非常平常的方法 非常平平常常的方法 这叫做庸 中庸就是要用中 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用这种平平常常的管理情绪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然管理情绪是为了解决问题 儒家的修养 是要发挥一个实际功能的 在这里就体现出来 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自我修养呢 不是要达到道德模范 而是要通过这个去解决问题 儒家的特点在这里体现出来 修养是儒家的方法论 不是终极目标 要通过个人的修为 去解决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那么这里就举出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问题 用中 中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较低层次 它是修养 关照自己内心情绪的变化 并找到原因 这是修养 但这不是目的 所以说它是较低层次 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 去解决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所以才叫用中 中庸就是用中 用这个修养 去解决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没有前面这个层次 那这个你恐怕是用不上的 用不会用的 你首先要有这个修养 然后你才能做到 用它去解决现实问题 换句话说呢 你首先得学会自我情绪管理 然后才能通过情绪管理去解决问题 如果你都管理不好你的情绪 你会因为情绪惹出问题来 而不是解决问题 然后上了公交车 挤来挤去 越挤心里火越大 最后终于跟旁边那家伙干了一仗 这就是没有管理住自己的情绪 第一步没做到 既没关照内心 也不知道自己内心情绪发生了什么变化 更不知道引发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啥 最后就任内心的情绪在这自由发展 自由滋扎 到最后火搂不住了 不是为了表现出怒气 把问题解决 而是自己情绪发展到这个境界之后 自己搂不住火了 最后来个爆发 来个发泄 然后最后把事整大 最后在车上骂一仗 越骂越激动 俩人又动手了 直接就公交车就整到派出所去了 就啥事都耽误了 这不是解决问题 这是整出问题来了 所以首先要有第一步 对内心情绪的关照 这个修养 这个修养的基础上 才能学会用情绪来解决问题 用情绪适度的表达来解决问题 这是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都要用到的 这一步的感觉 我会感觉到很大的感觉 我会感觉到这一步的感觉 我会感觉到这一步的感觉